你自己拿的还拿那么多书的 我得给不给不能拿自己 我这人说话就 你的心咋这么大呢 要不是看你年纪大了 我早就给你俩大光子了 一天天的给你找老伴 又不是我们欠你的 还这么硬气 得了 搬好凳子 我们来批判一下这老 老吴头75岁 离异退休金3600元 有独立住房 要说这老头年轻时候可不一般 他老子是当兵的 老头也是跟随老爹的脚步去当兵了 并且没丢他老爹的脸 还立了个三等功 军工长 你之前当过兵啊大哥 对啊 是当了啥兵长 我当了多少年 我在导弹部队的 火箭军 那当了多少年兵啊 当了十多年 十多年啊 那这个是获得了什么 三等功 三等功 因为什么获得了三等功 就是因为一个导弹车 上火车 出现出现问题 我紧急集中升至抢救了 要不导弹吊下去爆炸了 就立一步 你看看都说虎腹无犬子 这老头确实不错 起码肯定是一身正气 但是别以为当兵时间长了都是鱼木疙瘩 人家老头可是紧跟时代潮流 穿着打扮方面那真是异于常人 来 咱看看老头手上戴的东西就知道了 这咋带这么多表啊 我喜欢爱好就是一种爱好 哎呦我的天呐 这这这这哪全是表呢 是的 这怎么这四块 嗯 这四块 这带两 带一块就行呗 哎呀这种爱好不行 天天都带四块表冲啊 带着玩呗 对就是一种玩 你这一块看个中点就行了呗 哎呦我的看准不准啊 这个多少这个多少 对比对比 啊你这还得对比对比 怕表和表这之间的时间不一样 对 而且不仅这个表啊 你看大哥这什么 这个大戒指呀 对 这戒指也挺黄雅的 这金戒指 啊这是金的呀 这金的都是金的 觉得带地咋的除去闪亮亮啊 还是咋的呀 啥闪亮 就是一种爱好啊 哎妈呀 你瞅瞅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好好地让猪猪都羡慕了 但是有一点我就那么了 你这戴上四个表 一个金戒指 就你这个月三千的退休金 咋能活出一个月三万的生活呢 难道真是个隐藏富豪 但是接下来快递员送的东西 就让猪猪打消了这个念头 三百点点啊 谢谢 好好好 谢谢吧 这是你买的啥呀 大哥 茅台圆镜 这是也不能给送来的 这是啊 你喝酒吧 什么中奖了 什么玩意 啥中奖啊 网上购物就中奖了 拉倒吧 啥富豪啊 这不活生生一个地儿吗 要真的是富豪 那买真的茅台了 这茅台这也不是富豪喝的 得了吧 也别瞎猜了 赶紧问问这老头 想找啥样的老伴吧 我为啥我是找一个就是啊 倒摊夹去 是不是 过大二人世界 可以去你房间 两人生活幸福就行了 是不是 不一定才让长春市哪都行 是不是 这条件合适就我这个条件 爷们你 看着了 看着了 公职就用公职 三千六 是不是 说白了讲 我都可以拿啥 合适的 我一月给他两千 哎妈呀 我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这房子也是租的 这老头就是想倒叉门 找个有房子的老伴 老头我是说 你算盘打的太好了 还是你玩的话 还直接说给你方钱呢 拉倒吧 我看你就你那公子养活 自己都够呛 得了 看看红娘这次找了哪一大妈妈 你好 黎大姐妈 你好大姐 红娘小菊 黎大妈68岁丧 退休金两千元 有独立住房 哎呀 这红娘可真是个二愣子 老头让你找个有房子的 你还真找啊 得了吧 赶紧见见面看看能不能成吗 这个叫黎香燕大姐 好好好 然后是吴光大哥 你好你好 欢迎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哎呀 接着接着接着你这屋 给大姐接着接着这屋啊 这还接着啥 一连一看不就看了 还接着啥 来人啊 把我一大力炮抬出来 你瞅瞅给这老头牛逼的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来相亲的 相亲对象都跑你家来相亲了 你这当地主的咋这么任性 连介绍一下都不介绍 让人家自己看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看他让大妈气的 我跟你说 在电梯里头低眼 没有眼缘 我真没看好 因为他在电梯里头一吵 太老了 就像有病态似的 不是那么健康的人 人家给人的感觉就 看着不顺眼 就说白了 就口话讲 就不顺眼 对不顺眼 好嘛 你俩可真是神同步啊 这家伙玩得好啊 既然没看上 那你俩就赶紧结束吧 别再眨眼了 但是话说回来 俩人家起来一百多岁了 还真当自己是年轻人看演员 专门找帅气漂亮的老伴呢 找个能陪你走后半生的都不错了 天天俩人竟想辟吃呢 赶紧坐下来好好唠唠 毕竟都七了八十了 找个半笔啥都强 只不定聊着聊着就有共同话题了呢 你属于是 上楼啊 你还是离婚的 我离姨 离姨啊 你这么大事的时候 没多少年了 离婚二三四年了 这婚姻 失败的婚姻 我告诉你 伤老心了 刺激我了 我一谈婚姻脑子都疼 内展柜找不好 这一辈子算倒霉 我告诉你 能影响下山的人 嗯嗯 说话 你喝谁喝 你问大姐喝不喝 你老婆问我大姐是且 明白不大哥 谁是且 大家都是且 然后我就没当什么且不且 啊那你问问大姐 来吃吃 大东西吃吃 来 你自己拿的还拿那么多书都还 还我得给不给不能拿自己啊 我这人说话就 我的妈 老头你是不是疯了 咱这是在相亲呢 真当人家来你家 是给你当保姆呢 嘴上说话都没有个把门呢 啥话都敢说 你今天是不是出门脑子被驴踢了 说个话嘴都瞟着 说到嘴了 老头今天你早上是不是把炸药当成药给喝了 一股子火药味 就你这相亲的态度 还想开第二春找老伴呢 找个驴都嫌弃你嘴没有把门呢 就你这态度让大妈弄的是格外的不爽 到你家来了 不说让你伺候吧 起码该有的态度你要表现出来 整个跟大妈欠你万二五八万似的 好像你的橘子是金子做的似的 让人家吃一个都感觉自己亏大发了 那大妈也是知道今天的相亲要黄了 对于刚才的插曲也是抛之脑后 直接就问对以后有没有什么规划 五哥那就像这个 就像说是你带说是咱们是走一步下一步 你说这个 今后你这个打算怎么一个打算 就住房啊各方面好的 你说这是 我就跟你说实在话啊 你之前看的就是 我说成就这样 没什么打算 行不行不行拉倒 没那么多说的 打算打算啥 活到哪天算哪天 好家伙 老毕灯 你真是感觉自己没多长时间活了啊 炸药的劲都没你嘴上说的话劲的 人家问你未来规划呢 你竟然说没规划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 咋的 你是准备未来的生活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 你要是没相中咱大妈就直说 你在这敷衍人让我整的都想上去给你俩耳光的 就算脾气再怎么好的大妈 这时候也是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跟咱们见面咱们去谈谈 咱们即使找老伴了 咱们今后给生活安排 咱们怎么一个哈 你看这话说的 你就看这一个都快 行就说不些拉倒 这是干啥呢 那非得咱们非得找啊 找你这事 大妈也就是发个牢怂 毕竟又没真的在一起 这时候老头也是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就是没看上你 咋的 就是没演员 看不上你外家没演员 我就气你 气死你 哪都不好 哪都不好 不好就是啥都不好 那刚才你这个不热情 也是因为第一眼没看上啊 哎妈呀 老头你是多优秀啊 整的跟大妈非你不驾驶的 有话都不会好好说 既然没看上大妈 那就明着说 还非得大妈整的一肚子气 真当自己是皇帝选妃子呢 看不上就滚蛋 一天天就你这态度 活该你找不到老伴 最后我也是看明白了 这俩人是压根都看不惯对方 整的跟前你有见面似的 红娘也是拉着老头 进小黑屋一顿教训 最后决定好好告个别 这不管怎样 咱们也是初次咱们见面 咱们彼此啊 对不起了 咱们长得是 对不起了 是长得是这么大 说明咱们咱们哥俩 还是有缘分的 咱们就是彼此之间都互相应识 对啊 不管咱呀 来到那个大哥家了 咱们呢 也是作为 也就是个朋友吧 咱们也是一熟吧 就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人家低头不见 抬头不见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还抬头不见 低头见呢 你俩离开这个屋的 那就是一辈子 也不会见面了 我也是服了 这老头 我是再也不想 给他介绍大妈了 太费大妈了 整一个黄一个 就那说话太多 高低是没挨过 社会的毒打 好了 本期视频宣布 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 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哎妈 你咋那么能说呢 就你那猪妖子脸 咋这么不要脸呢 想要找老伴 还想出去潇洒 真以为家里 红旗布的外面 采旗飘飘呢 娜娜姐找你 搭伙过日子干啥呢 要你就是个 混吃等死爱 喝酒的废物呗 怪不得前妻果断的 跟你离婚了 真是一点志向 都没有就窝在 自己的一亩三分滴离 我这段时间就好奇 这导演组在呢 找来这么多奇葩的人 好吃懒做 还异想天开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还要求这要求那呢 不行的话 咱别光晚上睡觉 白天也可以睡觉啊 一直睡 梦别停 梦里啥都有 我都不知道 这么多乡亲嘉宾 家里都那么穷吗 每天都不看看 镜子自己啥条件 没镜子就算了 那自己撒泡尿 照照自己啥的行 天天喝酒 天天出去玩不着家 找个老伴一点都不克制 还那样出去玩 那你找老伴干啥呢 看着玩吗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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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相亲对象 蒋大哥50岁电厂工人 月收入3000元 咱大哥已经离婚7年了 有个女儿已经结婚 大哥有一句名言 大家听好 青春献给小酒桌 醉生梦死就是喝 只要小酒给到位 小客一落就稀碎 所以离婚之后 自己的青春 全部贡献到酒桌上了 每天不喝点浑身都是呢 这人吧 怎么一个 咱说就是 那人吧 就属于餐厅到50 挺年轻的感觉 就是爱好这些 什么跳舞唱歌的 然后开车什么的 就是这些 你不想说 怎么说 你不想找 那么想 就那么早 想找个伴 就这么一 就是咱说 现在这50了 都过50了 你这不干啥的话 不考虑考虑 你这方面的事 也不行了 大哥你都把激情 奉献给酒桌了 都50了 才想起来 自己的人生大事 那你玩的挺黑啊 找媳妇的事都能忘 那你咋不让吃饭给忘了啊 找媳妇这么大的事情 都因为自己去潇洒能忘 我也是服了 大哥的意思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现在自己越来越老了 喝完酒就难受 晚上回家 没人照顾自己 就想着找个老伴 等自己喝完酒回家了 还能有人给自己暖胃窝 得了吧 人长得不美心 想得怪美 是不是上节目之前 抽了半斤白酒啊 到现在还没醒呢 这真是为了自己喝酒才找的老伴 人家人家都是共度余生才找的 你倒可好是为了喝完酒之后 回家有人给你洗衣做饭才找的 真是人才能吃饭了 大哥说的自己当年性格外向 在外面交了不少朋友 无论男女无论年龄 只要能陪我喝酒呢 我们就是好朋友 但是好巧不巧自己就跟女性合得来 女性朋友多了 那就让媳妇抓到尾巴了 最后也是受不了自己喝酒交朋友也离婚了 嗯 怎么说呢 就是种种方面的原因嘛 就是说这个吧 也没法走 就是说就是改讲 一个吧人拍不响 就是都是俩人谁都有过的 矛盾点就是说我这点吧 接触人躲 就是心情特别外向 接触人躲 男的女朋友 男的女朋友都有 他就好像就是那种思想是 就是说挺干啥的 就是说那个挺保守的 就是说不希望我接触那个女性太多 大哥 我感觉你对交友广泛有点认识错误 你这可不是交友广泛 妥妥的交友泛滥 而且还都是虎无朋友 但是大哥就是不听了 毕竟只要能跟他喝酒的人才称得上所谓的朋友 大哥说了 及时行了及时喝酒才是他的生活 行了 我也不想问了 越问越生气 那大哥对另一半有啥想法呢 如果要说有的情况上有合适的地方 要说的意思 特别考虑吧 对老人好啊 对就是那个 顾家这样的女人也可以 来大哥把你的脸伸过来 我不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子 你自己都不顾家 还要求人家顾家呢 自己还每天晚上往外面跑着喝酒 让老伴在家里照顾你的一切喜剧 这感情好啊 这家不是家活生生是个旅馆啊 而且旅馆里还有个保姆 但凡上节目前你喝点醒酒药 也不会说出来这么混账的话 谁让我们是红娘呢 只能硬着头皮找了 姐你好 你好 你好了 爹 李大姐45岁月收入1500元 自由职业工作者 李懿没有儿女 啥叫自由职业工作者呢 就是没有啥固定工作 哪有活就往哪跑 大姐的相亲要求很简单 自己无儿无女 就想找个孝敬的老伴 跟自己一块照顾老人 想找另一半 可以帮我一起去照顾老人去 只要是说这个人呢 他就是说的 基本公司稳定 一个是有孝心有爱心 能对我好对我妈好 年龄比我大几岁无所谓 看样子大姐也是个有孝心的人 那俩人就赶紧见见面 见面之后的印象怎么样呢 说实话感觉印象嘛 还行 挺好 就是挺随和个人 第一次见面还挺不错 希望大哥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毕竟就你那条件 我也就会给你介绍一次 爸妈第一次看见大哥感觉也不错 直接就说起了自己的事 我曾经结过一次婚 就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但是我们俩那时候呢 生活了几年 就是也没有孩子 那个时候呢 我妈就是得病了 已经二三年了 就需要人照顾 需要人照顾 本身吧 就是说这曾经经过一次婚 严肃的时候我就想 如果是我在走人生的第二步 我一定要慎重 没有合适的我宁可不找的 我妈呢常常百岁 我就是感觉是我心里最大的幸福了 哎呀 不得不说这大姐是真孝顺 对于相亲也丝毫不忌讳的 说出自己的感情经历 这刚好也是讲大哥最喜欢的类型 因为大哥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找老伴必须要有孝心 要孝敬老人 既然看上眼了 那大哥也开始花式表演了 直接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也做爱情 就是做帮那个贫困固的 固扰老人的 残疾人的也去帮他们 以前有个团队 也做这个爱情活 大家一听你说的话 说感觉这个人挺好 挺善良的 有啥就是像你说 百孝危险 就是很正常 就是这个儿女要是对老人嘛 不需要什么 就是根本就是谈不上 就是一批一批 那你确实是挺不错的 这一顿忽悠 直接让大妈给忽悠迷糊了 这世间竟然还有这么好的男人 大姐我劝你了解 清楚再做决定 这男人有没有外息 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这男人不靠谱 你瞅瞅 这还没装样子 装多长时间呢 直接就开始说起了 自己的小二号了 我这点性格也是特别开朗 就是不说是大肚大脚也差不多 朋友多了嘛 人家找咱们吃饭后大 咱们也得回敬人家 你看我这人 就是越吃越喝越玩 交朋友 就是你看 就是我这人 就是这样的事 那你说你出去玩 得几点都回的呀 几点到家呀 这个吧 没准 看情况吧 如果说请不吓今天玩进行了 可能就是十一二点回家 我进行可能就七八点都回家 一没准我都盯不下来 好家伙 大哥我们去接大姐都多长时间了 你还没醒酒吗 这是在相亲 你这也太不着调了 你玩得开心 就得半夜才回家 那让你玩爽了 是不是就得夜不归宿 顺便给大姐戴个路帽子啊 谁想找个老爷们 他天天喝酒不回家 那大姐可受不了了 这男人不行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刚才嘴上还说着孝敬老人呢 你这天天晚上后半夜回家 那你咋孝顺呢 光动动嘴就能孝顺啊 这刚才和您说的也不一样啊 您说的能照顾老人 那这不还是照顾不了吗 那大哥是谁啊 喝酒达人 喝了这么多酒了 嘴皮子功夫肯定耍了不赖 大哥说了 孝顺的方式不止一种 我不就是想找个媳妇替我孝顺 这我就可以合理合法 您正言顺的出去喝酒了吗 这不还是得我自己去照顾吗 你看你说的话说得好 就是照顾老人 因为啥 我这本身就是有孝心 就是这个孝心吧 照顾老人的分度多少种 你照顾 你看有金钱 没有钱 我给你拿钱 照顾老人 我没事休息 我也要给你照顾老人 对不对 但是我不可能 外面的场合 我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不主要我还在于你 是不是 那我可以辅助你 对不对 那但是你终于说 这不是那啥吗 跟我的前夫 几乎是差不多吗 那把家就像当成旅店 饭店一样 那我还不如 我自己照顾我妈妈的 那大姐你说的没错 这大哥跟你前夫 是一样样的 就是想出去玩 还不想承担家里的负担 但是我就那么了 大哥那每月三千的工资 怎么承担得起 自己每天出去吃吃喝喝的 那咋的每次出去喝酒 不点个菜就干喝啊 酒也要钱啊 你家又不是开酒厂的 白给你喝啊 就算够了 那他能拿出多少钱 来孝试老人 那点钱自己的生活费 都够呛吧 你俩别吵吵了 那我还说是吧 那你那个什么 你光我哥家 我不上班 我还得上班 对不对 不是你上班例外 但是你教不上 你得节制 你要不节制 你想成家 你害怕 你要保持你原先的生活 我该喝喝喝 我该吃 那你就是 你就是说这个 责任心肯定是有 但是方式方法不一样 你俩别吵吵了 听的耳朵都疼 都说能动手 就别吵吵 你俩直接就动手吧 听完他俩吵 我也算是明白了 这大姐也是抱着目的性来的 就想找个男人 帮自己去照顾老人 你自己孝顺老人 没问题 但是男人孝顺 不孝顺你的父母 那是男人的事 更别说帮你伺候人了 人家找你也是 搭伙过后半生的 这要是跟了你 不直接掉黑坑里了 幸福没享受到 还得帮你照顾人 怎么来相亲都抱着目的性来找的呢 最后大哥眼看嘴皮子 耍不过大忙 那再没本事也不能大女人啊 最后赶紧聊草收尾 再见了您嘞 咱也不见 给你俩人一人一个皮揣的 这俩人的谢谢 多多少少有点虚伪 心里都指不定吗 对方多少遍了 我也不评价你俩啥了 大妈虽然带着点目的性 但是三观还很正 那大哥你呢 没事多照照镜子 为啥自己找不到老伴 就你那九猛子性格 隔谁谁也不会找你啊 行了本期视频宣布完美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我平时还这么大人 白给他呀 一千五我就嫁给他了 不是白嫁给他呀 你俩是互相的有这个需求 你俩才在一块儿的 互相的 他帮我 我帮他 我有机会 他得帮我还呢 那你要是不帮老伴还 我找你大孩呀 那你用了你 那他比如说 先出国和建计 你能帮他还吗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 我要是有那么大的能力 我就能帮他还 那你这个情况 如果你就是一直不找老伴 你这结婚打算咋办呢 我不能不找 大妈你可真双标啊 你跟老头在一起 还让他给你还五万块钱饥荒 不还饥荒还不跟他 人家有饥荒 你还应用言辞说 自己没钱不还 你咋这么双标呢 人家看上的是你的人 你看上的是人家的钱 咱这可是老年相亲 你还以为你很值钱啊 还这么大人白给大爷 那大爷这么大的人 为啥要给你还饥荒 那你这不变相要采礼吗 而且彩礼还不到俩人手里 妥妥的肉包子 打狗一去不回啊 咱说这大妈 可是把三十六戚完明白了 开始先装柔弱 博取同情 让大爷忽悠的五迷三道的 然后再提前的是 得知对方没钱之后 立马就换成万恶的嘴脸 大妈你做人太双标了 大家伙都来看看这双标大妈 相亲对象 吴大妈六十五岁丧偶 退休金一千四百元 大妈用着五十三平的房子 赔着一千四百块的退休金 生活那叫一个结局 每个女人都有一个 加入豪门的梦想 这老婆子也不例外 听说现在老婆子 相亲彩礼 都要到十万八万了 那可让大妈高兴坏了 自认为就自己这长相 那不得要个十万二十万 于是看到红娘 就像猫看见老鼠 二话不说 就扑过去响啃一吼 那可不是比亲人还亲 红娘现在在大妈眼里 就是个金哥的 毕竟还要指望红娘 给介绍有钱的老伴呢 对红娘那是又搂又报 那亏你是女的 要是男嘉宾这样 红娘早就一脚给踹八米远了 大妈拍马屁的功夫 可是一流 生怕红娘不给她 找有钱的老头 但是大妈可不是啥好人 作戏可要做到位 拍完马屁 就应该表演个催泪大作 毕竟作戏要做全套 说起了自己年轻时 没加入豪门的精力 那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就掉 好家伙 我感觉奥斯卡不给大妈 搬一个最佳影店 那就对不起大妈掉下来的眼泪 这表情变化是真快 刚才还开开心心抱着红娘呢 转过来头就哭得梨花带雨的 大妈摸着眼泪对红娘说了 小红娘啊 你现在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有钱的老头 能不能让我嫁入豪门的梦 就交给你了 大妈说了 当初自己年轻不懂事 二十来岁就嫁人了 最后还是想加入豪门卖家 确实太穷了 于是就跟第一任丈夫离了婚 第二任丈夫就是那守株待兔的人 在大妈伤心的时候 松来温暖一举拿下大妈 让大妈彻底沦落到温柔乡里 老头以为自己适用语言 拐骗了一个美女 但是大妈是谁呢 高端的猎手总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在吴大妈美色的诱惑下 老头跟自己女儿都断绝了关系 在离世前一个月 还把房子给过户给大妈了 大妈说了 看见没 这就是学习表演的用处 啥道德伦理 亲情爱情的 只要有我在 啥样的老头不得乖乖 拜倒在我的石榴群底下 她就一个闺女 闺女吧 第一不让她说老伴 第二房子跟她明 第三那工作你别要 一年一月给她50块钱零花钱 她爸说我能听孩子吗 孩子跟她妈都学坏了 我硬可要你不要孩子了 看看大妈花招耍的高不高 什么血缘关系 啥的都能给你掰断 这离间计还不算高 你看她后面 这是她临走前 耕房子耕的名 她临走前把房子耕成 耕的我的名 27天她就死了 听见了没 过完户没一个月老头就没了 就因为这件事 老头女儿还打了大妈 让大妈缝了酒针 这生意好啊 哎 一顿打还白落一套房子 这感情好啊 大妈这次来相亲 就是在想找个老伴 指不定还能这个老伴身上 得到一点家产 那大妈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跳舞的 打麻将的 喝酒抽烟我都不 反正这是咱拦不住 甜甜你给我 这我就放心 也别把钱 看得未重 还是饮常在 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没有 对我好 我对你好 过白头到老 你信我 我心里有你就行 听见大妈说的美 她不看钱 大家记住了啊 后面有大妈打脸的时刻 大妈说的要求 还真有个老头 不跳舞 不抽烟 不喝酒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钱 咱来看看吧 我穿短裤呢 我穿长裤就穿了 宋大爷69岁丧 退休金1500元 不得不说 大妈他俩也是半斤的八两 都是住那么一点房子 退休金也就那么点 咱大爷可是出了名的扣门 兄弟们看梦逼了没有 我是见过抠门的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 这老头抠门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没钱 大爷也是一想天开的 想到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找个不嫌弃 他穷的最好还能帮衬他的老伴 哎 妈呀 这可真是做白日梦啊 得了你俩赶紧见面吧 送眼华送叔 你好 你好 两个老狐狸刚见面 那气氛是尴尬的不能行 俩人咋讲的呢 今天这个姨印象咋样 漂亮呗 漂亮呗 这也是丑的 一丑就是老是后的对人 大妈可是个送走一位老头 还白嫖一套房子的狠人 大爷一看这老头是个老实人 肯定好骗 那大爷也是被大妈美丽的背表给迷晕了 上来直接就夸奖大妈 哎呀 鼠羊最好 找鼠羊也最好了 咋的呢 无论有 他会过日子 他不是两个人能有共同 能过在一起 能过场去了 鼠羊的这个鼠最好 你看他就是那种 不是那种脾气暴躁那种人 是 嗨 你算是看对了 要是脾气暴躁 那怎么能骗到老头子的钱呢 这时候大妈可出招了 直接虚情假意的对大爷说 自己可不是个看重钱财的女人 只要对他好 那他肯定是个顾家的女人 你看这个戏 看这个影啊 影要好 心要好 钱多钱少 你不要头都给你 这可让大哥一蹦老高 这不是春天来了吗 这老婆子可是真好啊 大爷我感觉你误会大妈意思了 大妈的意思就是我不问你要钱 你得自愿把钱给我 大爷立马就说了 没问题啊 老妹 我就这一千五百块钱 拿走拿走 我这就没啥说的 只要尝了 你应可我了 我应可你了 我钱虽然钱不多 我都交给你 有你支配 我花钱我抄你要 大爷说完大妈立马就懵了 啥玩意 你这一千五百块钱够干啥 饭都不够吃吧 但大妈毕竟是情场高手啊 现场可不能表露出来自己的不满 这老头兴许还有观察本呢 就算没有观察本 这不还有房子的吗 老爸 第一眼看你就是不是鬼杀 其实你们一千块钱 不够咱俩吃喝的 要有个家 不够 但是不够有我的天 大爷你可别高兴太早 自己咋进圈套的都不知道 等啥时候大妈把你卖了 你也不知道 就当我们以为相亲成功 准备收拾东西走的时候 大妈就迫不及待的 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了 大爷我有点事我就想说 我就是说你当真人不说假话 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有五块钱机会 我就现在你要是能把我 把这个重担能挑过去呢 就是你一千五 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资 搁的块都是花呢 就月月呢 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 够咱俩生活费了 然后我今天 这一块石头 你就撂地了 好家伙 大妈你可是真敢说 你真是用现任的钱 来还前任的账啊 玩得可真慌 大妈也直说了 这五万块钱可不是彩礼 而是过门费 毕竟彩礼可以要回去 这过门费进我兜里 可拿不出来了 你这不是要钱啊 这不是要老头命呢 别说五万了 五千块钱老头都拿不出来 大妈在一边搔手弄刺 摆出妩媚状态 大爷在一旁眼貌金星 冷汗直流 这饥荒可不是我的 我可不想还啊 这不是来相亲的 这是来要我的命的 老头说了 我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是我可不是傻子 还想用我的钱 给你钱老伴还账 我脑子可没被雷踢了 这大妈看见老头 不想给自己还账之后 变脸比翻书还快 立马换成一副万二的嘴脸 你说老伴你就得拿呀 你必须得养活老伴呀 那你凭啥给你换酒呢 我凭啥挣大人搬给他呀 一千五我就嫁了他了 不是白嫁给他呀 你咱俩是互相的有这个需求 你俩才在一块的 互相的他帮我我帮他 我有机会他得帮我还了 那你要是不帮老伴还我找你大孩呀 那你用人呢 那他比如说 现在出国和姐姐你能帮他还吗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 我要是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就能帮他还 好家伙 这大妈可真是双标啊 让别人得自己还饥荒 别人要是有饥荒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了 真是双标啊 不是啥好人啊 你又不是啥貌美如花的小姑娘了 这么大的人了 还要钱 我真是福气了 你这老辣肉 卖也卖不出去啊 还想着要五万块钱呢 那红娘就那么了 要是你找不到对象 那你的饥荒咋弄呢 好家伙 见过不要脸的 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 自己不知道挣钱还饥荒啊 就指望别人给你掏钱啊 你看看就你那长相 谁能给你五万块钱还钱 那大妈可是有自己的傲气 大妈说了 就自己这忽悠能力 肯定能找到一个有钱的老头 给自己还账 你这套路玩得挺深啊 刚开始好言好语装清纯 到最后直接开始明码 标价卖身体 买得起 你就买买不起 就赶紧捆 你这心眼好使 他没有那些钱呢 你看那要的骨骼咋 我都不能弄在这 他从旁边都挺合适的 就差在前这 那差他 不差我 哎妈呀 大妈 我算是见识到你的三十六计了 真是把自己的责任 全部推托给老头了 大妈说了 不是我不跟这老头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老头子没钱 所以我们才不能在一起了 你可拉到吧 我看这节目播出后 我看谁还能跟你相亲 好了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